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2024年WTT新加坡大满贯 国瓶女队表现强势 单打赛场前三个比赛日战霸 保持着全胜的战绩 其中陈梦和王曼玉前两轮都顺利过关 早早锁定了一个16强的名额 正在第四个比赛日 大梦和曼玉迎来了自己的女双首秀 由于国瓶在本站赛事 只派出了他们这一队组合参战 因此他们的表现好坏 直接决定了国瓶女双赛场的真冠前景 作为种子选手 陈梦王曼玉首轮轮空 第二轮的1%决赛 遭遇到奥地利和罗马尼亚的跨国组合 波尔卡诺娃和斯索科斯 无论是球员的综合能力配合默契度 还是大赛的经验 陈梦和王曼玉都在对手之上 这也是球迷看好他们晋级前景的原因 比赛开打之后 波尔卡诺娃和斯索科斯的进攻侵略性 非常强 大梦和曼玉直接和这一队跨国组合对攻 套着更强的火力 苦战五局以3比2晋级 保住了冲击双冠王的希望 第一局比赛开打之后 波尔卡诺娃和斯索科斯进入状态非常快 一上来就通过揭发揭后的快速衔接 获得了上手的机会 靠着果断的出手 开局阶段就以2比0压制住了国平女双 不过在陈梦和王曼玉逐渐找到感觉后 他们的高质量回球 让这一队跨国组合 很难再获得轻松侧身的机会 强行上手直接导致了失误过多 陈梦和王曼玉也抓住机会 打出了一波得分高潮 在中局阶段以6比3反超了比分 虽然顽强的波尔卡诺娃和斯索科斯 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打法 套着坚决的出手 再次夺回领先优势 但稳扎稳打的陈梦和王曼玉 很快就摁住了对手连续得分的势头 在局末阶段再次领先 最终以11比8取得了开门红 第二局虽然输掉了首局比赛 但波尔卡诺娃和斯索科斯的自信心 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 在第二局 他们还是坚定和陈梦王曼玉 去拼进攻 开局阶段也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以4比2掌握住了主动权 虽然陈梦王曼玉很快追平比分 但回球不够谨慎 让对手趁机轰出一波流 最终以11比6扳回一局 第三局 关键的第三局 陈梦王曼玉开局阶段 明显打得更加谨慎 合理的出手让国拼女双 早早取得了3比1的领先 不过接下来突然开始莫名失误 让波尔卡诺娃和斯索科斯 打出得分高潮 以12比10获胜 反超了大比分 第四局 不能再输的陈梦和王曼玉 在第四局一上来 就开始抢开局 高质量的揭发球 以及超高的连续进攻质量 让他们早早就取得了5比2的领先 这一次 他们没有给对手翻盘的机会 以11比9获胜给自己续命 第五局决胜局 陈梦王曼玉开局不错 保住了自己的两个发球局 取得了2比0的领先 不过波尔卡诺娃和斯索科斯 在自己的发球局 也是连得二分 让双方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随后双方进入拉锯战 你追我赶 一直打到了8平 关键时刻 大梦曼玉的稳定性 让他们逐渐拉开比分 最终以11比8锁定了胜局 在取得女双赛场的开门红之后 陈梦和王曼玉顺利晋级八强 下一轮的四强争夺战 他们的对手将会是 中国香港组合朱成竹吴永林 和泰国组合 苏塔西尼帕拉南之间的胜者 期待大梦和曼玉 能够延续出色的状态 力争双线作战的情况下高歌蒙进 2024年新加坡大满贯 已经进入到了正赛第四个比赛日 和国拼男单连续暴冷主力出局不同 女单赛场 国拼仍然保持了全胜的战绩 在之前釜山师平赛上 输掉两场外战 让自己饱受质疑的王毅迪 在十六分之一决赛 遭遇到了来自中国台北的简童娟 从球员的实力和世界大赛的经验来看 大敌有着碾压对手的巨大优势 这也是球迷看好他能够继续高歌蒙进的原因 在国拼五朵金花 争夺巴黎奥运资格的关键时刻 大敌如果再次外展输球 大概率将失去教练组的信任 想赢怕输的心理包袱 也就成为了王毅迪此役最大的考验 本场比赛简童娟和所有外协会选手一样 想要用薄杀打法创造奇迹 但王毅迪的贴谢防守 让简童娟绝望 高质量的防守反击 让大敌轻松以3比0横扫晋级 第一局面对拼弹顶尖的女单选手王毅迪 简童娟一上来就拿出了薄杀的态度 前两个发球局的发球抢攻非常坚决 只要出现机会就果断上手 而且批杀的弱点变化非常大 侵略性十足的打法 也打了王毅迪一个措手不及 简童娟一上来就连得2分占据了先机 众所周知 王毅迪有着拼弹女选手中 最出色的个人防守实力 通过前两个回球找到感觉后 大敌开始让对手感到什么是绝望 虽然简童娟还是坚定去搏杀 但是根本打不穿王毅迪的防守 反观大敌只要上手反击 总是能够一击致命 在连得6分之后 王毅迪已经在中局以6比2实现反超 尽管简童娟始终没有放弃 但稳扎稳打的大敌 轻松以11比5拿下了首局的胜利 第二局拿下首局胜利的王毅迪 在第二局打的也是顺风顺水 早早就取得了3比1的领先 不过落后的简童娟突然发力 加快了比赛的节奏 再加上成功率非常高的搏杀 连得3分将比分反超为了4比3 不过在大敌增加自己前三板的控制后 简童娟的搏杀成功率明显下降 连续失误后 他开始主动降质量 比赛也彻底进入到了王毅迪的节奏中 很快大敌就取得领先 并且以11比9再下一成 第三局在自己的赛点局 王毅迪打的依旧沉稳 一上来就连得3分 迫使简童娟叫暂停调整 不过在比赛重新开始后 简童娟仍然无法改变自己被动挨打的处境 反观王毅迪则是约战约勇 又连得6分之后 在局末阶段以9比0遥遥领先 在对手艰难得到1分后 大敌以11比1锁定了胜局 在轻松淘汰简童娟之后 王毅迪昂首闯入到了本战赛事的女单16强 下一轮大敌的对手将会是韩国第一萧球手徐校园 在稍早结束的一场比赛中 徐校园以3比1的比分击败了中国台北名将郑宜静 期待大敌能够在和萧球手的对抗中打出好的表现 力争在本战赛事取得一个令自己满意的成绩 国拼前天一和王毅迪下午时间出战比赛 两位金花不负众望全部3比0横扫对手晋级 目前国拼女队只剩孙颖莎还没进行第二轮比赛 其余金花全部晋级 马林可以放心了 陈梦 王曼玉 前天一 王毅迪晋级之后 国拼还剩下孙颖莎和陈兴桐将在晚间出战比赛 孙颖莎的对手是韩国的李时温 陈兴桐的对手是西班牙的逍遥剑 不管是孙颖莎还是陈兴桐 实力都在对手之上 两位金花晋级不成问题 马林可以放心了 相比较王浩的闹心处境 国拼金花真的让马林很省心